大家看新房的时候都觉得样板间很漂亮 里面的装修很豪华 甚至有人花大价钱去买样板间 甚至大价钱去买里面的家具和装饰 其实这些东西咱们自己都能掏得到的 而且都很便宜 你像这些窗帘杆 然后如果挂起来的话都特别的高大上 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自己掏的话 大概就是二三十块钱的样子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今天帮客户挑一些装饰的东西 咱们平常人家买房子呢 就是尽量的省一点 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样是最好的 很多样板间的茶几下面呢 会铺这种地毯 其实这一个地毯呢 有二三十的有三四十的 就可以买这么一大张放到下面 并不是很贵的东西 另外呢咱们再过来看 像这种装饰性的东西 瓶瓶罐罐啊什么的 像这种小铁桶啊 都很便宜的 这个才五块多 实际上呢 一个样板间大概会用 二三十个这样的东西 多的啊 少的大概就用十来个 所以也就四五十块的样子 像这种就是挂到墙上的 画啊装饰品啊 还有很多用的这种木质的相框 这基本上都是几块钱 十来块钱的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想把家里 好好地布置一下的话 不妨呢出来套一套这些小东西 准备个几百块的预算 其实就能买到挺多挺多的 另外呢 有时候大家喜欢样板间的那种装修 其实自己找人做的话 也都不贵 另外呢 就是可以买一些更好的一些家具 样板间里面的家具 基本是装饰用的 都不是特别的耐用 等有机会的话 会出一期视频 专门讲讲样板间的一些装修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